记者王宣秦新北报道,34岁的林姓男子涉嫌下咬迷婚李姓母女,使用童军绳绑住被害人手脚,更用红胶带封住90岁李傅的口部,将两人放在和室房内后盖上后毛毯后把冷气开到最强,导致李傅身亡。 李傅女儿去若送医,林男并与捧伙在李家翻箱倒柜,疑似抢走财物,犯案后更将案发现场洋装成密室,企图拖延李姓母女被发现的时间。 警方调查,林男有多项前科,十多年前跟住父亲,在公庙认识李傅幼子,因为林男与父亲相依为命,李子健壮,便请林男跟独居在新庄中和路的老母亲同住,顺便照顾母亲。 李傅对外常称林男为孙子,感情亲密,但林男勿交损友,接连跟朋友犯下窃盗,诈欺等案,近期更涉嫌偷李傅的财物,让李傅跟邻居抱怨被林男当作替款击,而李傅女儿因为中风,搬来跟母亲同住,互相照应,但林男却毫不收敛,日前更私吞原先要缴牌照税的七千元现金。 昨日下午二十许,林男将不明药物扬称成保肝保肾的药丸,让李姓母女吃下,将母女俩离婚后开门让同伙进屋,将母女俩拖到房间,用胶带,同军绳控制两人行动,并翻箱倒柜,涉嫌取走财物,与同伙戴上安全帽遮掩脸脸部,将案发现场布置成密室后,从后阳台的逃生窗逃走。 警方表示,目前以车追人,锁定林男及同伙身份,发现同伙伟过去也曾与林男犯案被逮,仍在机部嫌犯中。